接著來看一連串校園纏出的好消息 繼上個月奪下全國北區籃球比賽第一名後 壯圍國中的籃球隊日前更順利拿下了全國冠軍 而壯圍鄉公所特別勉勵 讓籃球隊是特別開心 而球隊表示制勝的關鍵 就是拋開壓力放鬆心情來打球 因為有這四位教練的互相配合 依照隊員的特性加以調教 加上學校有全力支持 讓壯圍國中籃球隊一路過關斬將 不負所望拿下這座睽違已久的冠軍獎盃 公所特別加以鼓勵 隊員更是高興 因為從去年的第七名 一下子進步到第一名 去年全國第七名 一次跳七名那種感覺是怎麼樣 就很開心 怎麼樣把這個 是怎麼樣把這個第一名拿下來 每天努力練球 然後相信教練 那個腳步 還有放鬆一些細節 所以你認為你還有進步的空間 有 但是得到 就還是得到冠軍 心情怎麼樣 很開心 我們比他們更開心在打球 所以他們可能壓力比較大 對啊 因為他們想要反敗為勝 嗯 那你們呢 我們就全力以赴啊 爽嗎 爽啊 爽啊 都得到這個 全 冠軍的這個成績 可以說非常不簡單 啊 在這裡標示這個 公費 也在這裡感謝我們 學校校長 教職員工以及 對於隊員 來共同的努力 啊 全國都算一個比較偏偏 啊 資源比較豐富的 那一個學校 啊 如果我們這裡的家長 有看到這裡的小孩的努力 有 有法度的事 啊 盡量來支持 談到這次全國比賽 教練表示 因為賽前已經灌輸隊員 要放鬆心情 開心應對 加上防守快攻的戰術奏效 所以順利為學校爭取這項 全國榮譽 這一個階段我們更重視快樂打球 因為層級越高 當然心理的壓力會越大 但也因為心理壓力越大 所以我們告訴所有的球員 小朋友就是要享受 球賽的每一個過程 每一個細節這樣 過程中還是會有出狀況的時候 啊 我們也是告訴小朋友 還有我們大人 彼此要互相信任 學校表示 有了今年的優秀表現 籃球隊將會挑戰更高難度的賽事 讓自我技術向上提升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